嘿!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一款APP 可以把你皮包裡面的會員卡全部收集在 一台手機裡面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這款APP我用了蠻久的 我用示範一張卡片給大家看 你們去到APP Store裡面去下載 下載搜尋裡面你們打三個字 許多卡 搜尋出來你們看到有一個 這個紅色這個很像在握手的這個圖案 STOCART 會員卡這個 下好之後你們就把它打開 打開這個APP裡面它就會提示 你說要新增一張卡片 我們這邊卡片有很多種 熱門的有區城市 加熱湖 甚至還有 悠遊卡也可以把它放進來 這些卡片放進來之後就是 按它有提示你右上角有一個加號 你把它按加 然後 然後因為我這次示範的是我在 大型遊樂場的 VIP卡片 所以這裡面可能沒有 這是我們當 我們台灣 台灣的 遊樂場的 VIP卡片 如果這裡面沒有你就按其他卡片 這個加號 然後我把那個遊樂場的卡片 VIP卡片放進來 放進來很快 馬上就少 大概一秒鐘就好 然後你就把 遊樂場的名字打上去 好這樣子 因為這張卡很好用的 就是它說 每一年的生日 去它店裡消費它會 送我500枚代幣 這500枚代幣就可以 夠我玩好幾天了 因為我 我不是常常去遊樂場玩的人 所以 這種代幣就可以玩好幾天 然後 這個字要打好 你們就按保存 這樣子 這個卡片就好 那你就是帶這個卡片 給 那個 櫃台小姐刷一下 然後你們就可以換代幣 就換代幣也有優惠 我已經忘記它 多少優惠 反正就是卡片你們可以放進來 設定好了之後 你又 你到那個 螢幕右下角有一個設置 有沒有 進來 這個 使用Face ID 你可以把一些 把它打開 如果忘記的話 你可以打密碼 這個可以設定 那個人臉辨識 讓它鎖起來 怕有的人撿到你手機 就把你那邊 亂搞的話 就麻煩了 所以你 一定要設定 人臉辨識 好 就是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請到 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